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美琴,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我们都相信教育是孩子的未来,然而在台湾,孩子的教育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城乡差距。 我们经常听到都会的家长担心孩子的竞争力, 小孩从小面临外语学习以及各种才艺的补习班、安亲班学则与庞大的支出压力。 但是在台湾很多其他的角落,学童的选项并没有这么多, 他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成长与教育需求。 台湾教育的城乡落差不只是农村常见的贫穷与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很多其他的面向也可以观察到。 例如,都会区人口集中,少子化虽然是普遍的现象, 但是多数的小孩都能在一定的学区范围内就读, 而且跟许多其他同年龄的小孩在团体中一起学习成长。 但是在台湾许多农村地区,少子化加上轻壮人口外流, 让很多学校一个年级的学生只是个位数。 全校学生人数不到50人的中小学,比例已花莲最高。 除了跟其他同年级小孩互动减少, 也衍生了是否要开发特色教育或是并校以及远距通勤上学, 甚至是小小年级就要离开家里住校的问题。 此外,偏乡工作机会有限,许多家长只好到外地就业, 让孩子留给其他亲人来照顾。 有小学校长告诉我, 他们全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小孩是跟父母亲居住的。 也就是说,孩子成长过程很重要的家庭结构面临很大的调整。 当然,有些孩子隔代教养还是备受其他亲人的关爱与照顾, 但也有很多孩子并未获得家中该有的照顾。 无论是学业或个人品格和价值观的养成, 在离开校门口后是没有大人在关心的。 面对这个问题, 课后辅导成为弥补家庭教育不足的重要关键。 政府的许多政策,如夜光天使计划都利益良善, 利用课后辅导来对偏乡学童进行学业加强或是提供更多元的学习资源。 不过,我们也要重视这些计划的永续性, 才能真正缩短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落差。 也有很多民间团体提供资源协助偏乡的孩子, 如提供课后陪读或辅导的空间和可以写功课的书桌。 大学志工陪同写功课,部落厨房提供晚餐等等, 很多孩子因而受惠。 台湾很多人有农村儿时成长的记忆, 在过去可以在农田山林间, 在大自然中自信快乐长大的孩子有很多。 但是,近年来因为社会结构的变迁, 让偏乡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与教育资源相较于都会区, 产生很大的落差。 学校公部门、家庭与社会资源三个面向都很重要, 需要产生互补与连结, 以确保台湾无论哪个角落的孩子都能快乐学习, 平安成长。 我们先谈到这边,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